我是希望就是可以在上面 真的是可以認識到還不錯的朋友 他可以認識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生活圈的人 鴻遍兩岸的社群網站愛情公寓 從郊遊網站跨足電視區 寫下全球社群網站中 第一個跨足娛樂事業經營的首例 愛情公寓的成功並非只靠時機 而是一開始就使用藍海策略找出路 我覺得蠻需要的是 創意還有就是傾聽顧客的聲音 因為我們重新做那個市場調查 我們覺得說我們需要 以女孩子為核心去設計我們的產品 以女孩子為核心去製作市場差異化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算是藍海策略的產品 我們就要開始進行 詐欺甜圈的這個部分 然後 西城的郊遊網路業者 是以男性為核心顧客 愛情公寓率先顛覆市場規則 以女性為核心顧客 開創出差異化的產品 顛覆市場規則 之前大家對交友網站的印象 可能就是上面會有些什麼色情 黃色的東西在上面 或是男孩子很喜歡看一些青陽的照片 然後來充流量 那我們就是把它反過來做 反而是提供一個很乾淨的空間 然後女孩子優先 对女孩子来讲 就是这个地方是很干净 而且是很不骚扰她的 那骚扰她的 我们都会受到我们的处罚 或是被我们删杖犯 从台湾交友网站出发 爱情公寓在两岸三地 已经累积了2200万会员人数 爱情公寓不断地跨界演出创举 这家台湾出亭的社群网站 下一步又将会怎么走呢 值得继续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